众所周知秦始皇皇陵是中国最气势宏伟的陵墓建筑 这是秦始皇用了十万人耗费四十年时间修建而成的 不过令人感到不解的是 秦始皇皇陵的选址为何在离山 要知道这既不是秦始皇的老家 也不是咸阳的都城 那么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秦始皇陵选择离山维修建地的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,古灯非常讲究,长幼有序 长者为尊 秦始皇的祖先在紫阳西面 为了体现出对祖先的敬重 秦始皇选址时只好选择了往东 第二,离山的地址非常优越 东边盛产金矿,西边盛产美玉 同时,依山傍水是一块绝佳的风水暴地 这非常符合秦始皇想要死后 依然享有龙华富贵的心理 第三,最近卫星从高空中拍下了离山的照片 远远看去,离山仿佛是一条盘踞的巨龙 而秦始皇陵就在龙头的位置 想必这也是当时秦始皇选择离山的原因之一吧 总而言之,秦始皇选择离山作为陵墓 还是非常有讲究的 不仅选址讲究,里面更是极观重重 有人说秦始皇陵墓里面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咸阳城 那么如今所看待的,不过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还有更多的谜团稍未揭开 小伙伴们,你们对此怎么看呢